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在這繼續跟大家更新微立方面的相關資訊, 其實在昨晚已經有一首歌詞流傳出來, 後來也有人翻譯了這首歌傳給我, 也有跟大家看過這首歌是說什麼的, 至於是不是用來跌倒精的歌就是這首, 大家自行判斷了, 但是來到今天, 這條片的兩個當事人之一, 一個卡特、一個阿成, 卡特說他們導演那一類寫一首歌給阿成唱, 阿成說自己英文不太好, 後來這條片不知為何被人重新拿出來, 又找到裏面有一首歌, 其實這一點是很奇怪的,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這條片一早有的話, 為甚麼隔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到今時今日8月21號才拿出來呢? 因為其實事發時是7月26號, 當時已經提到有一首歌是會dis它, 有些片準備對它不利, 當時其實都很多人在找那首歌到底是甚麼過, 而未來方面也都是把影片下架, 本來我是想求證一下, 這條片是幾時鋪出來, 哪一日鋪出來, 和它有沒有落過架,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相關資訊, 因為這條片又重新被人落架, 那現在整件事變成, 那些人就開始罵阿成咯, 那在今日8月21號, 大約2點鐘左右, 阿成就在IG story那裏出了個帖, 那這個帖我們一齊看一看, 那這就是她的POL, 她就說是, 我是迪沙晶啦, 鬼叫我講話有懶音又不好笑, 還要扮病博同情, 我這樣哪有資格得病呀? 跟著下一句又說, 是我是迪沙晶, 鬼叫當時人個個潛了水, 大家現在沒人好罵, 就找個莫須有罪名咯, 哪怕她在微辣是一向少drop, 還要日日在節目做下把位, 被人取笑被娛樂, 但我只要在微辣做就是死罪啦, 她說是呀, 全部我做呀, 我認了呀, 個個就我死呀, 但大家不用再硬去分析去找證據啦, 全部我做呀, 她說我一能定不得好死呀, 滿意味呀? 那這個就是阿成的一個IG的POL, 那她這個這樣的POL其實都幾歇斯底里的啦, 因為她最重要一句, 就是當時人個個潛了水, 大家沒人好罵, 就找個莫須有罪名去罵她, 那首先首歌呢, 都要同她澄清下的, 就不是阿成寫的, 就是卡特那邊可能導演組那邊寫的, 那跟著去到這個時候呢, 就有網友發了一段訊息給我啦, 那看完呢, 都是覺得應該要給大家一睇睇的, 那大家一齊研究下啦, 那跟我說, 我最近呢, 希望阿貞的事件有看我的片, 她說, 但是首歌呢, 先不要講是不是跟阿貞有關先, 但是如果可以呢, 希望搞清楚, 先去講阿成了不了解講什麼, 和時間啦, 她說, 有幾樣東西呢, 是好怪的, 希望我分享下啦, 看看有沒有可能搞清楚個時間線, 就不希望呢, 另一個可能有抑鬱症的人呢, 再一次經歷阿貞所經歷過的事啦, 她說, 第一呢, 首歌阿成可能真的沒有留意到內容, 為什麼呢, 她說, 因為梅拉出片, 說阿成會唱這首歌的時候呢, 其實是條片早一兩日, 她說, 以那條片內容的差的程度呢, 她說, 懷疑梅拉是有即日拍即日展的可能性, 而條片出了之後呢, 第二日已經是阿貞的事發啦, 那這一點呢, 我證實不到是否條片出了之後就是阿貞事發, 因為網上所有的資訊呢, 都已經是找不回, 她落了架, 而且呢, 她這一條片呢, 這一條講那首歌的片片呢, 是在這一兩日呢, 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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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不知為什麼, 不知什麼原因, 而其實這一首這樣歌是很有殺傷力的, 第二點呢, 她說到, 今次呢, 她說這樣有人放這首歌出來, 給她感覺是有人, 有心, 帶個風向給某些人, 而你覺得呢, 是有人將風推到阿成那裏, 令阿成呢, 推回上浪尖, 她說這個是微辣的伎倆啦, 她說第三, 真心希望阿成如果做過任何對不起阿禎的事呢, 就出來認錯之後, 不要怕, 講個事實出來, 還回人家一個公道啦, 她最後就說提醒大家啦, 她說網民呢, 都慢慢好似做緊當年人家對阿禎做緊的事, 希望大家為阿禎拿回公道啦, 那她這三個論點呢, 如果再拼埋阿成那一個IG story出來講的話, 這樣就細思極恐喔, 首先, 那阿成啦, 我當她真是有抑鬱症啦, 因為她和阿禎的對話紀錄那裏都說到要吃藥啦, 那阿禎也都是有跟她談相關的事的, 那如果是有人有心把阿成這樣推出來的話, 那有些什麼人是可以有這個權限 是upload影片出來呢, 用回他們的官方再去upload喔, 即是說如果假設是有人有心 將這些資訊重新擺過出來的話, 那其實等於是推一個人去死的咯, 那今次同時都是一個抑鬱症的人咯, 而且那些歌詞是非常之有殺傷力啦, 再加上如果這首歌這條片是即拍即剪的話呢, 那我都會相信阿成是未必懂得看裏邊的英文的, 即是不要說他懂不懂英文這件事先, 那因為裏邊有些東西的意思是真的要查的, 譬如trapstar這個字啦, 你不去特別查的話, 你可能以為是說什麼不知明星啊, 或者是之類的意思啦, 但如果你細心找幾個同樣的意思的話, 就會看到是影片所講的那個 那麼令人心寒的意思啦, 那講返那條片啦, 其實呢, 找了好久, 都找不到到底是幾時出來的, 但有人跟我說, 他說記得好像是近期的事來的, 即是說他是三片之前的最新那類的片來的, 應該都是接近的, 因爲他是就來十周年了嘛, 就會做好多的影片去做細啦, 暫時都是希望阿成不要做些什麼傻事, 因爲如果你無關事的話, 你將那些事都講出來咯, 反正你都不在那間公司裏做的啦, 再加上, 現在來講, 他們可能有人刻意鋪一條片出來, 將你摁出來的, 即是說是犧牲你的, 同時他講到好多話, 他說當時人個個潛水, 沒人好鬧, 就找個莫須有罪名, 但如果是拼回剛才網友所講的東西, 這一個不是說大家無人好鬧, 找個莫須有罪名, 因爲其實在之前來講, 是無人, 無什麼人去講阿成的, 是無的, 但是這條片出來之後, 連話有歌詞, 那些人才重新聚焦回這件事, 大概都是一日左右的事情來的, 有這個權限去說回首歌上來的人, 又會是些什麼人呢, 爲何要他這樣把風向引導過去呢, 其實卡特來講, 已經是個名都臭了, 但是這條片這樣出來, 好有可能就是直接變了攻擊一個, 疑似是有抑鬱症的阿成的咯, 是不是整件事細絲極恐呢? 當然啦, 最後都跟阿成說聲啦, 加油啦, 就無人說針對你的, 反而就應該想下, 這些這樣的片, 這些這樣的資訊, 是有些什麼人是故意留他出來, 就變到整件事演變到現在這樣, 和作這首歌的人, 他到底有些什麼動機呢? 這些才是我們需要關心的事, 和他說當時人個個潛了水, 他所講的當時人, 即是哪幾個人呢? 潛了水的人還會不會再上水呢? 好了, 今集和大家講到這裏先啦, 希望阿成都不要做什麼傻事啦, 下集見啦, 拜拜!